为协助失去工作的居民 白沙绑额基层组织设立了第三所求职中心 协助居民更快地找到就业机会 设在白沙伊莱雅民众俱乐部的求职中心 有全职人员帮助居民进行职业配对 同时也协助他们为就业面试做准备 大约270人参与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职业展 包括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在内的多名白沙绑额基选区议员也到场视察 我们开始是在盛港民众俱乐部有一间就业中心 之后之前几个月慢慢就把开阔到绑额 绑额21民众俱乐部 然后现在在这里白沙伊莱雅民众俱乐部 我们有第三所新的中心 那目的是要给我们的居民能够有更快速的 能够找到工作 来自不同领域的12名雇主 在今天的职业展为区内居民提供了超过1300个新工作 白沙绑额基层组织业计划和相关的机构合作 推广培训意识 同时提供更多在增长领域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说 我说 说